猫类甲状腺抗禁在澳洲多有发生 但宠物主人却较难发掘爱猫患病 患病的宠物猫需要接受放射治疗 悉尼大学兽医学院的讲师福西特指出 宠物猫拆开包装偷吃食物 打开橱柜偷吃狗粮 甚至从饭桌上偷吃饭菜 但体重仍在下降 都是患有甲状腺抗禁的特征 猫科医药以及手术期刊 去年公布了猫类甲状腺抗禁指南中的显示 这种疾病在35年前就被发现 但至今仍未清楚地引进疾病的原因 并且有超过10%的老猫患有这种疾病 需要接受放射性点的治疗 平均花费为1000到3000澳元 本欄目由澳大利亚律师酒业集团 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 AirPods今日宣项目联合冠名播出